我們畫了,我們會用點線面來做立體 我簡單,記得我們盡量畫畫畫,不要去立體畫 要是front view,要是side view,要是top view 既然這張圖放在front view,我們就去front view 原理是畫一條線,旁邊 接著就叫電腦幫我們轉360度,這隻杯就完成了 很簡單,畫線方法,跟我們用AI是很接近的 不是接近,幾乎一樣 那線的哪裏呢?在create 在create裡面有五種 分別有CV,CV就是Control Vertix EP就是Edit Point Bizzer,Bizzer Curve就是AI裡面的Handle 那些Handle就是兩條棍子在角弧度那些 Pencil就是亂畫的,基本上Pencil我都不會用的 你想用我可以用 還有Art Tools就是畫一些弧度 其實基本上我們會常用的都應該走不掉 其實我自己就用EP的,簡單一點 但如果你想用我的弧度複雜一點 想用習慣了AI很多Handle,你用Bizzer Curve 一樣的,我先按一按試試 例如我按CV 我先在空白的地方試試 例如有一點點,狂按 或者按Enter,就有條線 這條是CV 其實分別是什麼呢? 例如按CV的話 按X鍵畫的話,你畫的點就會貼著格子 好,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到底CV和EP畫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好,例如CV,我畫一個狗公格裡面 CV,按實這點 1,2,3,4,Enter 好,你會見到 我用CV畫,明明我描著這一點,這一點,這一點和這一點 但你會見到,畫一畫呢 那條線根本就不會穿過畫那一點的 OK,這個叫CV CV就是說,你畫的範圍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計算弧度 但是,你畫那一點,刀的地方 不代表一定有線經過 OK,這個叫CV 好,跟它相反的就是EP EP的意思就是Edit Point Edit Point的意思就是 你刀過那一點,條線一定會穿過的 好,不如按Edit Point 同樣地勒在旁邊畫,9公格 按X就是 1點,2點,3點,4點,Enter 你看到,這條線完全貼實,你畫那一點 OK,完全貼實 這樣可以 OK,這兩條線的分別 這個是CV,這個是EP 但是,EP是否代表會起角呢 其實是不一定的 你留意,在Create Curve裡面 其實後面的格子 這些格子就是Option 如果你有些特別的Setting的話 你也可以轉的 你看到,現在條線是起角的 那怎麼可以不起角的呢 你選擇Option Box 你看到,是選擇的 而一個Default就是 1Linear Linear的意思就是 點和點之間 是不需要有任何弧度的 如果你想畫條線有些弧度的話 我可以選擇3Cubic 或者選擇3Cubic 叫Bisa 這個Bisa Curve 就是有了 令到它有輕度的 那我現在先試一下Cubic 我先試一下Bisa 因為Bisa留下Bisa Curve 好,譬如這個3 好,同樣地了 搞定了 那你就可以Close它的Window 那我又找這個地方畫 按著X是1,2,3,4,Enter 好,你會見到 三條線分別了 同樣地,我先收到格子 這個格子 如果折著你可以暫時關掉 這裡有個符號 關掉先的 OK 那你會見到,這個呢 就畫在九宮格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Linear的Curve 這個就是我碰過一點 條線一定會穿過我點過一點的 OK 好,接著了 那我又繼續畫 那我試一下第四條 Bisa 第三條 Bisa Curve 好,又是了 同樣地畫九宮格裡面 按著X是1,2,3,4,Enter 好,那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先收到格子 好,留意了 那你呢 現在我這個人 Important 那家間的角某怎麼辦呢 你全部都可以呢 可以在做完之後呢 那你可以按摩 你去選好CP 或者E… E…p ja 或者Cb 比如 Bart cb 那你要記得呢 對牠剛剛有個畫的點 會動到的 同樣地 Dumm 在E,P curve裡面的 prise吧 那剛才畫的點容易動到的 可行 對 enfim 還好 同样地,这里有一条线,我们就选择了,同样地,你也可以选择Ctrl Point Curve Point 哎,没有Curve Point OK 那你看到现在,为什么这个BSR Curve又有一个Handle,为什么没有呢? 没错,那就留意了,因为呢,我都记错了,我怀疑我都忘记了 就开个BSR Curve 先开个BSR Curve 没错 BSR Curve,如果是这样画的话,是没有Handle的 怎样才有Handle呢? 麻烦你记住,拖的时候呢,譬如拖一下,这个是X 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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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下 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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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下 OK 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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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下 OK 好了,这样就有了 OK 那你看到,现在这条线呢,你点击它,那你选择Ctrl Point 这条线就好,看到呢,拖一下,拖一下,拖一下 那这个就要接近AI的线,OK 接近AI 可以 这个就是BsR Curve 你看到这个呢,就没有Curve 只有这个有 好了,再来,就是Pencil 那Pencil就最简单了,这个不用想的 因为这个你按X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就是暖画 OK 就是小画家那样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手画比用电脑画的更漂亮,那就是这样画 OK 那不行 那还有一个呢,叫Art Curve呢,就是用 你自己就Port几点,它帮你计算的弧度 那其实这个就比较少用的,OK 通常我们都用EP或者Bisa就够了,其他都很少用的,OK 那你主要来说,所以记住如何用Bisa Curve 还有怎么用EP 比如三万格仔,那其实用什么线 其实画出来都没所谓的,你画到就可以了,OK 因为每条线基本上有特性呢 可能画的时候会有点不同,但是画完之后呢 其实这条线的主要功能都是一样的,基本上是,OK 这个就是线的功能 好了,随此之外,讲多一个线的功能给你听 OK,没有了,那你先试一下这个线吧 主要有这几种线,你可以试一下这些线的方法 做什么呢? Jordan